市道不好 突然間有五十元收入 變成三萬 然後兩萬 我其實真的支持不到我的生活 把心玩出來搏一搏 我叫Sonic 現在的綽號叫Wi-Fi男 我其實一直都是從事 媒體、廣告、銷售工作 都做了十年 上年年中開始就接觸到免費Wi-Fi 經過一輪的考慮、研究 決定全新出來運行免費Wi-Fi廣告的行業 我們的模式就是 在你登入Wi-Fi之前 我們收廣告 我們賺取廣告收入 有三十五分鐘限制 不過那三十五分鐘 其實你重新登入就行了 所以我們其實標榜是沒有限時 免費任賞 一開始 其實只有兩個點 在港島區一間酒樓 試完之後 看看我們數據 原來真的很厲害 人們用Wi-Fi的程度 真的比我們想像中更多 由開始幾百、一千萬萬 到現在二千個 每個月的人次 差不多有三百萬 我剛入行的時候 廣告市場真是很活躍 那時候的收入真是可以養到家 一、二年開始網絡傳媒的效力 其實真的對傳統媒體市場有很多打擊 轉去別處分別不大 因為其實真的 整個廣告市場是萎縮了 不要說當時 現在都在恐懼中 反正都是艱難的 不如我自己來吧 贏輸都是我自己的 我無得怨人 我的投資理財金句是 不要輕言放棄 堅持才會獲得最終勝利